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一个GPT-CO 那你可以先去下载一个GPT 可以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应用 在这里面输入一个ChadGPT 那么可以看到第二个选择 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APP 那我这里已经下载了 我就直接点击打开 那如果没有下载的朋友呢 就点击下载 那打开之后呢 很多朋友 那么你是刚刚申请的 或者说你的账号呢 可能还没有升级到一个GPT-CO 那你可以选择去升级 或者说呢 点击描述栏呢 有一个GPT的一个成品账号购买 或者说呢 你可以使用 之前小月有出过一期教程呢 可以用 可以去申请 国内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申请一张 可以去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 来 升级一个GPT-CO的一个教程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 我这个手机打开的呢 就是一个GPT 那么这里呢 点击最上面这里可以看到 它有GPT-3.5 GPT-4 GPT-CO 那么现在呢 小鱼儿用到的呢 就是一个GPT-CO 那这个界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简单 那么在这里呢 右上角呢 这里呢 有一个像笔一样的一个按钮 那在左侧栏呢 这里有两条 这里面呢 同样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 那么这下面就可以看到 它自动跳出来啊 几个话题 比如说推荐一些有趣的活动 测试一下我的知识掌握情况 写一封电子邮件 编写一个脚本 下面呢 就是一个对话框啊 非常的简单 那这里呢 还可以上传你的图片 可以现场拍照 那么大家都知道 GPT-4O呢 它升级之后呢 它可以 它看得到 它听得到 那可以说成是 它已经 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里呢 就来测试一下 它的功能 那我首先先来测试一下啊 它 它实图的一个能力啊 据说是非常厉害 小鱼呢 也 有些期待 我这里呢 就随意找一个东西 然后拍个照 我让它来识别一下 那点击这个左下角的一个照相机 啊 这里允许一下 那这我给它拍个照 那我直接点击下一步 那么可以看到GPT想要添加你的照片 我们点个允许 那这是什么 我们直接问它 我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 这是一款热封口器 也称为封口机 它把它理解成了一个 就是那种专门拿来封口的一个 那种小型的一个啊 这个家具用的一个封口机 那朋友们 你们认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吗 其实它这个 不得不说 它的这个判断呢 是有一点错误 那我 就是想让它 看它能不能认死 那但是呢 这个也确实是像一个封口机 接下来呢 小鱼还要再围栏一下它 那这个呢 这里呢 是一个中药啊 它里面其实有好几种药材 那么我就想看它 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我还是要点击这个拍照 那点击下一步 点击这个是什么 那这个我给它一点提示吧 那么这是一副中药 你能看出来这里面都搭配了什么吗 那我点击发送 看来小鱼 稍微有一点围栏呢 我就想看看它 十足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哦哦 还是不错啊 不错 非常不错 那么这里给大家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确实看出来了 这里面有菊花它认识 说实话里面有些傻小鱼儿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菊花我是认识的 里面还有一个胖大海我认识 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那么第一个菊花它知道的 并且说出了它的一个作用 枸杞 枸杞看一下 好像没看见 然后还有一个金银花 这里面确实是有金银花 这个小小的 这个就是金银花 麦冬 麦冬 我这里搜索一下 去打开一个百度 麦冬 这个麦冬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有一点太为难它了 毕竟这个药不是全国都有的 不是全世界都有的 全球都有的 但是它能认出来几种的 它也算是非常的不错了 那我从我的相册里面找了一张图片 我看它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菜 那这个食物里面都有什么 真的非常不错啊 你看这个里面确实有土豆 有鸡腿 还有红辣椒 那可以看到 鸡腿土豆红辣椒 还有其他的配料 那真的 它把这张图片真的识别出来了 它 真的太厉害了 我这个 我以为它分辨不出来啊 这个GPT的食图能力 确实非常的厉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 语音功能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输入框旁边 这里有个耳麦一样的 我们点一下 这旁边 那这里你可以直接录音啊 直接语音给它发送 它应该都可以听懂 那么GPT你 今天晚上家里面 只有一根茄子 我应该怎么吃呢 那我发送给它 它是把我们的语音 直接帮我们转成一个文字了 其实GPT现在真的已经融入生活了 每个地方都能需要它 哪怕你家里面只有一个食材 它都能告诉你能做什么 可以看到没有 一根茄子它可以拿来炒鸡蛋 还可以蒜泥茄子 还可以茄子烧土豆 那真正它的语音功能呢 是在这个旁边 这个像耳麦一样的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那使用语音聊天 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个继续 正在连接可以看一下 hello GPT hello how's it going 你可以说普通话吗 我想问一下 舌头痛的话 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 那他正在思考 舌头痛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 包括口腔溃疡 舌头受伤 感染或其他健康问题 以下是一些缓解舌头痛的建议 1.保持口腔清洁 用温盐水漱口 可以帮助杀菌并减轻疼痛 2.避免刺激性食物 避免辛辣 酸性或过热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能会加强疼痛 3.冰敷 用冰块清新敷在舌头上 可以缓解疼痛和肿胀 4.多喝水 保持口腔湿润 有助于加速愈合 5.使用局部止痛药 一些口腔止痛药膏或喷雾 可以暂时缓解疼痛 6.避免吸烟和饮酒 这些习惯可能会加重 舌头的刺激和疼痛 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长 或伴有其他症状 建议尽早就医 找医生查明具体原因 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那如果是口腔溃疡 应该是怎么办呢 口腔溃疡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通常会在一到两周内自愈 以下是一些缓解口腔溃疡疼痛 和促进愈合的方法 1.使用温盐水漱口 每天用温盐水漱口几次 可以帮助杀菌和减轻疼痛 2.避免刺激性食物 避免辛辣酸性 粗糙或过热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能会刺激 溃疡部位 3.保持口腔清洁 使用软毛牙刷 轻轻刷牙 避免进一步刺激 4.局部治疗 可以使用含有 本佐卡因的止痛药膏或喷雾 直接涂抹在溃疡部位 暂时缓解疼痛 5.冰敷 可以用冰块轻轻敷在溃疡部位 帮助减轻疼痛和炎症 6.补充维生素 维生素B 维生素C 和新等营养素的缺乏 可能会导致口腔溃疡 适当补充这些维生素 可以促进愈合 7.避免咬伤 注意避免无意识地咬到溃疡部位 减少进一步的损伤 如果口腔溃疡的持续时间较长 超过两周 频繁复发或伴有其他严重症状 建议尽早就医 查明具体原因 并进行专业治疗 哇真的 他回答得非常的仔细 那我想 我想再问你一下 现在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比较好 我想问你 现在的孩子 高考应该选择什么学校 对他的未来大大有帮助 现在的孩子高考压力确实很大 高考是决定中国学生进入大学的重要考试 因此备考期间 学生和家长都会投入很多精力 为了帮助学生减轻压力 并取得好成绩 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 合理的学习计划 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 确保每一科目都能均衡复习 2. 心理调节 保持良好的心态 适当进行放松活动 如运动 听音乐等 避免过度紧张 3. 均衡饮食 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 尤其是早餐 一日三餐要营养均衡 4. 充足的睡眠 确保每天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充足的睡眠 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记忆力 5. 模拟考试 定期进行模拟考试 逐期考试流程和节奏 找到不足并加以改进 6. 家长的支持 家长应给予孩子 适当的关心和鼓励 避免过多的压力 传递给孩子 高考是一段重要的经历 但并不是唯一决定未来的因素 无论结果如何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 都是最重要的 那么如果孩子成绩一般 那应该选什么专业比较好 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帮助呢 如果孩子成绩一般 选择专业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以确保他们未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 1. 兴趣和特长 选择孩子感兴趣 并且有一定特长的专业 这样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更加积极主动 也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2. 就业前景 选择就业前景交好的专业 如信息技术 医疗护理 工程学 教育学等 这些领域通常有较大的就业需求 薪资水平也相对较高 3. 职业导向 考虑孩子未来想从事的职业 选择与相关的专业 例如 如果孩子对管理感兴趣 可以选择工商管理 对技术感兴趣 可以选择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 4. 应用型专业 一些应用型专业 如职业教育技术类专业 通常就业门槛较低 实践性强 毕业后 不更容易找到工作 例如 护理 汽车维修 厨师 电子技术等 5. 学校资源 选择那些有良好实习机会 和校企合作项目的专业和学校 帮助孩子积累实践经验 提高就业竞争力 6. 专业发展前景 关注一些新兴行业和专业 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 环境科学 新能源等 这些领域未来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 选择专业时 要综合考虑孩子的兴趣 特长 就业前景和发展空间 确保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发挥潜力 并在未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 好的 有任何具体的问题 我担忧吗 我可以进一步帮助你分析和提供建议 不用了 谢谢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关闭 那可以看到 其实 我问的这些方面 也是很多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这方面 我觉得他回答的都非常的专业 那这里他帮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提问和回答 全部都用文字的形式 全部都已经发在了这个里面 那么其实这里GP4O 小鱼只是仅仅用了他的两个功能 那他的一些文字能力 他是更厉害的 包括现在的GP4O 他还可以帮我们写网 帮我们写代码建网站 帮我们生图 看到没有 那这里呢 我就让他帮我画一张美丽图片 那以前的话 如果说你想用GPT的 或者3.5这些版本来画图 是完全不可能的 可以看到现在呢 GP4O 你拿着手机随时随地 想做图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那我这里再让他帮我画一个 未来的机器人 那可以看到 那这个美女呢 就画出来了 真的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真的一定要来试一试 这个GP4O 那么我让他帮我画一个 未来的机器人 可以看到 这是生成出来的一个 未来机器人 那这里呢 我让他画一个跑车 然后外面还站着一个美女 这里可以看到 一顿晚餐出来了 真的太神奇了 那么像GPT的话 翻译啊 这些呢 都是小case 轻松一举的一个事情 那一个美女看一下 哇 真的 一个美女和一个跑车 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一下 这个跑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美女 真的是一个美女 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女 OK 这里呢 小鱼就不给大家 多多的介绍了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试 那么这里呢 那描述栏呢 有个成品账号的一个 GP购买啊 也可以选择一个升级 大家可以去自行考虑 OK 今天呢 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你还可以观看 小鱼的其他视频 ur part perm评 你91 我经营 8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